107年节能标杆奖 台北捡运板南线拿下金奖 是今年唯一以大众交通运输获奖的单位哦 单一个板南线去年就省下了464万度电 一般家庭大概可以使用约1100年左右吧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台北捡运板南线 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能有效节点 欢迎各位来到这边 这里是台北捡运的交九行控中心 这个行控中心控制了高运量的四条路线 负责了行车的控制以及各场站的一个控制 在106年度我们提出了多项的捡运能改善措施 包含电银车的三轨电压的一个调整 以及车站照明的部分我们改为LED的一个设备 空调的设备我们把大型的冰机的部分 改用节能省电效率好的来采用 那另外在机房部分的排空机 我们也会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一个开启 以及关闭来减少它不必要的一个用电 台北捡运自95年开始推行的捡运活动以来 我们每年都定有KPI的一个指标来管控节能的一个绩效 累积了多年来我们总共减少了19.2%的一个节能绩效 在未来的部分我们也提出了太阳能光电发电的一个计划 这个目前按紧在执行当中 希望在节能减碳的路上台北捷运从不缺席 而且还会持续努力下去 空调主机设备在开旧幻境的同时 我们会优先采用国产化的变频设备 这种机型除了符合经济赴能源局要求的效能规范之外 我们会依照季节变化 还有我们自己捷运运转的每日客流人数的特性 早晚尖峰还有离峰不同特性 我们定定了部分负载的效率 这个负载的优势就是我这台设备能够使得我冷房空间 就是我的车站大清月台的温度 它的温度变化不会忽大忽小 进而提供我舒适的后车环境温度 那我们这一支主要是改善板南线再生电力的部分 那我们是针对整流变压器的部分 我们去调整它的渣速比 藉由增加变压器的渣比来降低我的三轨的电压 我们在能源的一个发展推动上 经济部除了积极的透过工举端的一个能源的稳定供应之外 事实上我们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从能源的需求端去结合各界的力量 我们来进行节约能源的推动工作 我们透过选拔选出了42家的一个企业跟学校 我们看到他们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节约的成果 事实上是相当相当的丰硕 比如说他们所产生出来的每年的节电量 将近6500万度的这样的一个节电的一个成果 也可以产生将近2.4亿元的能源成本减少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的话 这样的一个6500万度的一个电力的一个节省 那可以产生将近6.13万公顿的CO2的减少 是大概等于158座的一个大安森林公园的一年的吸碳量 我想这样的一个成果是相当的丰硕 透过他们的一个扩散示范的一个学习 其实我们可以引发更多的产业来投入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节能标杆这个选拔 我们希望未来更多的这个企业机关购跟学校 跟我们一起合作来投入节能推动工作